標題文字的製作 那Folocab有三種文字 第一個是早期的文字物件 第二個是文字物件方塊 我們在前面有介紹過 第三個藝術字 我們在這個做這個也做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運用這一個 第一個文字方塊這裡 我再點選黑色文字方塊 選黑色苗邊以後呢 對它快點兩下 來做修改 就進到這裡來 輸入密 那麼大小呢 同學可以依照我們這個圓來做調整喔 好我們書本上寫是70 在我們這邊打5數就好了 OK完以後呢 點到它 上下左右方向鍵 來調整位置 好啦 再Double Click一下好了 那這個黑色的邊框呢 我再調小一點5就好了 不要黑的那麼多 好 旁邊點一下 往左 那第一個做完以後呢 接下來呢 一樣 編輯的複製 編輯的貼上 到這裡來 好再來編輯的貼上 再來編輯的貼上 再來編輯的貼上 那當然不是四個密啊 接下來怎麼辦呢 在這裡文字上面 好 好 改編輯的時候呢 可以直接在這裡改 那四個字改完以後呢 那請同學點選它 利用方向鍵 上下左右方向鍵 來調整適中位置 好 那就可以調完了 那這樣做最大優點是什麼 讓四個字的大小 也是一樣的效果 好 那最後記得喔 儲存的時候呢 我們在儲存檔案的時候呢 要儲存什麼 PCL工作檔 以後才能夠做修改 好 那接著按OK 先進行儲存工作